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名住室肺炎 所以我们平常要怎么样好好的养我们的肺呢 今天就要好好的来讨论 好 先带您认识养生经理团 运动营养规划 好 首先欢迎三位养生达人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 首先我先请教一下我们罗医师 为什么呢 每次在秋冬的时候 大家都会呼吸道状况摆出 感冒咳嗽特别严重 我们人是跟大自然一起共存的 那我们中间叫天人合一 就是你要根据的事实的变化 温差变化 调整你的生活作息 那在秋天的时候 这温差大 那相对湿度也比较不足 那我们中间叫做照肾则干 在我们中医的古籍有这种说法 在秋天的时候呢 这些照血容易犯肺 那我们老祖宗认为肺是胶胀 肺很胶 那这个肺泡啊 不能受外血 尤其照血犯肺的时候 就容易干燥 这水分不够 哪里干燥呢 就是一些跟我们的皮肤的表层 比如说皮肤啦 黏膜啦 然后我们的这个口腔啦 咽喉食道甚至肠胃道 上都是这些相对水分不足 所以多喝水就有效 对 清液不足 对 喝水 可是现在人喝水 都喝很多果汁饮料 一些加工食品 那相反很容易照热上火 像这些相对不足 很容易口干 腌干 鼻干 甚至你的肠道便秘 那皮肤干燥 然后这个皱褶 甚至骚痒 老人这个冬季骚痒症 都是表示你的相对的水分 湿度是不足的 好 所以这么干到底要怎么办呢 我们稍后中医会告诉我们一些诀窍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肺的常见疾病 好 我们要认清楚 不要再以为通通都是感冒 包括哪些比较常见的呢 肺炎 气喘 还有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肺结核以及肺癌 好 这部分我就要请教一下 我们罗医师 好 肺炎听起来蛮可怕的 但有人说是严重的感冒 好 那感冒跟肺炎 到底要怎么样区分呢 各位观众朋友及主人大家好 那我是感染科医师 那大家在我们常常遇到民众 都会误会说感冒跟肺炎 好像是很类似的疾病 其实大家都误会了 感冒跟肺炎从它的疾病的病原体影响的部位 影响的范围长短跟治疗方向 其实都不一样 我们一般人像我们的上呼吸道感染 就是指我们咽喉以上 包含我们鼻痘的位置 或者是我们的鼻腔 鼻痘 咽喉 这些指的是上呼吸道 那上呼吸道感染就是所谓的感冒 一般多是由病毒引起的 所以随它影响的部位 有的人可能会有发烧 喉咙痛 流鼻水等等不同的症状 但是原则上它只要症状治疗就可以 其实好好休养 好好补充水分 多休息 不需要抗生素 但是肺炎就完全不一样了 肺炎这个疾病主要影响的是 在我们的下呼吸道 也就是我们的气管跟肺部 跟肺泡的部分这样子 那因为有细菌侵入到我们的肺泡 或者是肺部里面 造成里面有发炎涌色状况 所以有的人除了会有很厉害的 全身倦怠 酸痛 呼吸困难 痰多 咳嗽 有的人甚至严重的会到气喘 发作 或者是呼吸困难 甚至要插管住院等等 那因为是这么毒的病原体 侵入身体造成的 所以一般会需要使用抗生素去做治疗 才会有效果这样子 那一般来讲 如果是一般的感冒 可能一个礼拜五到七天左右 症状就会完全恢复 但是如果发烧连续发烧 超过三到五天以上 那就要小心有可能肺炎 甚至有呼吸不适的状况 意识不清 持续的倦怠 这种都有可能是肺炎 所以如果三到五天都觉得说 好像都没有好 然后又很持续的倦怠 越来越不舒服 然后还有这个痰的情况 就要赶快去看 因为并不是简单的感冒而已 是 这种就要赶快到医院求诊 那因为这通常都是比较 毒性比较强的细菌或病原体 侵入体内 所以一般通常是抵抗力比较差 或者是年纪比较大 免疫状况比较不好的病人 容易得到肺炎 所以这些人其实是要特别小心的 身体比较虚弱 老人家 小孩子要特别注意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在去年国人十大死因里面的 第五名救世肺炎 千万不能轻忽 平均58分7秒钟 就有一个人死亡 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Hero今天要告诉大家 好像你身边有人有肺炎情况 因为刚才听了刘医师这样子说明 我就想起我那个朋友 因为我那个朋友呢 他一开始就是从非常简单的感冒咳嗽 这是很常见的症状 但是他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很简单的疾病 那他也没有去看医生 那想说是简单感冒而已 他只是去诊所拿药而已 对 那没有想到他就一直咳 一直咳 一直咳 而且还会有那个气喘的现象 就情威气喘的现象 然后不久之前 我看到他po连书说他住院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是感冒而已嘛 感冒也怎么搞到住院了 医生说他得了肺炎 然后结果他一住院就是 一住院就是两个礼拜 然后两个礼拜回家之后休息了两天 没有想到旧病复发 然后又回去医院再继续住了 总共住了一个月 然后你知道长久握在床上 他的肌肉严重萎缩 他体重掉了八公斤 所以这个抵抗力虚的 很特别注意 他老人家小朋友 还有你的气血不足 贫血体质 很容易这从 我们这叫外感表证到入理了 你这个容易到你的肺炎的机会 就大大提升 对 可是你的朋友 应该也是跟你一样 差不多年轻人嘛 对 是年轻人 大家年轻人会轻忽 对不对 对 他觉得应该就是小感冒而已 好 那如果说刘医师 如果说自己本身的肺就不是很好 可能有一些慢性的肺部疾病的话 那他感染率就更高了 是 因为你如果本身 有一些慢性肺部疾病的话 一旦有病原体侵入到 你的肺部或气管当中 你咳嗽这些排除 这些细菌的能力都会下降 那一旦这些细菌住在里面 你就很容易变成肺炎 所以我们常看到年纪大 或者刚刚我们讲的 像慢性呼吸道疾病的病患 气喘的病患 这些其实都是变严重肺炎的高危险群 比方来说像慢性肺部疾病的病人 他感染肺炎的机会就是一般人的5.6倍 你可以看到这数字是相当相当的可怕 好 所以千万不能够轻忽啦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自己换来 一大堆的这个折磨对不对 好 那我们平常如果说要保养 我们的气管保养的特别一副的话 是不是要多做一些有氧运动 对 没错 就是很多 我发现很多只要是有相关性问题的人 他可能不敢运动 比如说气喘 因为他很怕会喘啊 对 他就怕他说可能不知道可不可以应付运动 他们就干脆索性不做运动 对 算了 那反而会加剧 反而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你必须要锻炼你的心肺嘛 所以我在这边就设计了一个一些建议 低强度有氧运动 低强度有氧运动指的就是比较强度比较低的 那有氧运动跟无氧运动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迷思 就譬如说我说跑步是有氧运动 那就是跑步而已嘛 那如果假设我是快跑的话 那他反而变成无氧运动 所以快跑反而变成无氧运动 是会太喘了吗 反而吸不到太多氧气 对 其实有氧跟无氧就只在你运动过程当中 身体是不是处于一个氧气充足的一个状态 所以快走应该就还不错了 对 所以同样一个项目呢 它可以是有氧 它也可以是无氧 就譬如说假设我是游泳的话 它是有氧运动啊 对 但是假设我是潜在水里面游泳的话 它就变成了无氧运动 因为在过程当中身体是得不到及时的氧气 所以在这边建议的是 一定要做的是低强度的游泳运动 好 譬如说哪些呢 对 像在 好步进走 在整个过程当中 刚刚提到的就是呼吸嘛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是没有憋气的时候 就譬如说不建议去打球 因为譬如说假设你是去打球的话 在你要冲撞啊或者上篮的时候 你可能是憋气 上篮的时候都一定要憋气吧 对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很容易诱发 这些呼吸性问题的根源 所以像是这个项目的话 有跑步啊 舰走 爬山 骑脚踏车 伸展槽等等 对 好 所以我们看看养肺的运动 待会Hero也会帮大家示范 对不对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 比如说老人家啦 他可能也没办法有那么大运动量 我们要怎么做 稍后告诉您 好 我们先请教一下罗医师 刚刚讲到肺炎之外 还有气喘 好 很多人有气喘的毛病 在台湾总共有200万人 有些是从小就有气喘 那为什么会这样 对 我们刚才刘医师提到说 感冒跟肺炎的差别 其实很多我们台湾民众也不知道 带小朋友来看 都以为说是感冒咳嗽 他不知道他已经是气喘 对 因为他就觉得 知道晚上一夜咳啊 事实上那就是一种气喘的前兆 一直咳到喘不过气 上气不接下气 那我们这种属于呼吸道疾病 包含尤其像气喘 在我们中医的认识是跟 肺皮肾三经的脏腹虚损有关 那老祖宗发现这个现象 肺是什么 就是你的呼吸道的免疫力 那这就表示你的换气的状况 出了问题 你的得到氧气的部分出了问题 那皮是什么 我们老祖宗皮就是消化系统 他提到就是 他是说 就是说脾胃为生痰之本 就皮是你的生痰 你看吃很多甜的容易生痰 就吃很多高油脂热量 会造成我们肠胃负担容易生痰 那肾是什么 像这种过敏气喘啊 我们西医研究 他就发现很多是跟你的先天体质 就是你父母给你的体质 有些是小朋友生来 就会有那个气喘 对 他发现免疫力啊 每天都熬夜晚睡